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朗朗晴空之下 再也瞧不见后土统领的一根毛发了 一代天榜强者 就这样灰飞烟灭 渣子不留 安静的修炼者们 仰望天上那道身穿黑袍的修长人影 各自打了个冷战 缩了缩脑袋 眼中露出了无比敬畏的光芒 甚至比行天巨兽 击破后土战队的大地战阵之时还要强烈 太强大了 一招击杀如今天榜第七的强者 对方甚至连自暴都没有施展出来 连叫一声的时间都没有 就被彻底灭杀了 凹凤统领这只牛光闪闪的眼睛 当真好可怕呀 赢了 凤云战队赢了 太帅了 凹凤统领可真厉害呀 这下看看 有谁还敢说凤云战队不行 凹凤统领不配为天榜强者的 以后啊 凤云战队可就是十大战队第四战队了 而凹凤统领也起码是天榜第七强者了 后土战队果然被送出了十大战队之外呀 这都是保守估计 以我看还不止呢 还不止啊 那行天巨人未必就比龙翔战队的六芒战阵和乌云战队的云云战阵差 凹凤统领也未必就是如今表现出来的实力 惊骇过后 广场上终于声腾起了热切的欢呼声 对于行径卑劣的后土战队 众人唾弃万分 不会有人去同情他们 现在 凹锋等人得胜 形势当然更加一面倒了 乌云战队各统领 东林统领 火山统领纷纷露出了喜悦之色 高声叫好 而安宣义 婉颜 蓝铃尔等与奥峰有过节的 虽有不差之色 却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实力决定一切 今天奥峰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已经让他们胆寒了 没有找到更强倚仗之前 他们不可能再去找他麻烦 这小家伙 还真是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呢 乌云战队的马车之中 传来一声淡淡的轻笑 带着几缕欣慰沉寂下去 天空中的傲风 此时却是极为疲惫 身躯中的经脉 空洞的吓人 铜炮 乃是雷炮计划后 多出的另外一种能力 由于这颗红眼珠是雷炮组成的重要关键部位 威力自然极为巨大 但对能量的需求也同样很多 比起大型雷光炮相差不远 若不是那厚土铜领触到了他的逆鳞 他也不会施展出来 之前凝聚了行天巨人 现在又突然用出铜炮 使得他整个人几乎被抽空了 好一会儿 傲风方才喘出一口气 随着体内幻神能源的高速运转 经脉又渐渐充实起来 舒服了许多 因复支和百里无双也吃惊不小 但却更为傲风高兴 二人互望一眼 同时身形一闪 来到了傲风左右 风兄 你可真是不厚道啊 有这么多底牌居然也不告诉我 害得我为你白白担心 统领大人 你的保密工作 是不是也做得太好了一点啊 在两名英俊男子调侃的注视下 傲风耸耸奸道 这也是我第一次用出来 并非有心隐瞒 你们俩也别用那么生疏的称呼了 叫我傲风便是 我也叫你们名字好了 现在不宜公布身份 傲风也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真实年龄 因大哥这样的称呼显然不能用了 好 两名男子目中略过温暖之意 点点头同时一笑 傲风 傲风心头一阵轻松 也因击败了后土战队 声名逐渐提升 直逼老爹的红衣战队而感到极为畅快 他一直都想让世人看一看自己 不比父亲差 也想成为他的荣耀 而现在 他显然正在向着这个目标 一步一步靠拢着 心念及此 他也展颜一笑 傲之 无双大哥 我们下去 因傅之 看他一眼 咳嗽一声道 傲风 在下去之前 你最好先做一件事情 啊 什么 把你的眼罩盖起来 现在这样 实在有点那个 不像人呢 好吧 反正营地里 传他是一头上古魔兽的传闻 已经不少了 傲风决定 忽略掉这很没有眼光的评价 双手一拍 行天巨人 化为道道流光 落回地面 风云战队的百名魔兽领主 恢复了原貌 现在 他们自然全都是一副扬眉吐气的模样 傲风飞行下来 看了一眼 台上尚未死尽 面色灰暗的 后土战队残留成员 淡淡道 你们也走吧 以后 别再跟错人了 后土战队三名统领已死 剩下的小鱼小虾不成气候 傲风也不是试杀之人 不想再为难他们 说到底 这只是因为后土统领的自私挑起的战斗 如今 后土战队明显已经从十大战队除名 和他们计较 没有太大的意义 欢腾的气氛之中 傲风便带着自己战队的一干人等 第一个走上了通天飞艇 在殷父之的带领下 各自找了豪华房间安顿下来 稍稍休息之后 傲风就凝神闭目 陷入了修炼感悟状态 刚刚大战过一场 虽然对手并没有给他们造成什么伤害 但却还是能带来天地能量波动的感悟 现在抓紧时间总结感悟 比平常效果明显数倍 虽说击败了后土战队 可傲风却仍旧不敢有任何放松 过去的荣耀就已经成为了过去 脚下的不必再回顾 人只有始终向前看 才能不断地迈进 他没有忘记 就在不久的将来 还有一场真正的比拼在等着他 相比那个真正的对手 后土战队实在是算不得什么 三天之后 通天飞艇便会开出 二十天后抵达断魂岛 届时上岛 便随时都有可能遭遇那个千计灭 在遇到他之前 无论如何 我都要突破奥义破军级 展风说 奥风不达破军 便不是千计灭对手 奥风觉得 他这么说必然有他的道理 即使自己底牌诸多 也不敢拖大 因为对方底牌同样丰厚 那么 他就将实力变得更加强大 入得破军之后 他就不信自己还会输给千计灭 便强 进阶 奥风心中信念十足 二十几日的时间眨眼几过 这日清晨 奥风与阴覆之一同在通天飞艇上方 遥望海上出生的骄阳 沉浸在这美妙的景色之中 灵魂也仿佛受到了洗涤 大地之道 往往是从自然的规则中表现出来的 大道无形 日生日落 云取云灭 每一个细小的点滴都在其中 从小外公就告诉我 修武意图感悟之重 如果不像千计灭那样 修炼修罗道 以杀戮进阶 那么便必须保持内心的空灵明镜 否则便难以进步 音复之的话语 随着飞艇前行 刮起的清风飘来 那温和如玉的声音 听得人心头一阵舒畅 感悟之中 傲锋闭起眼睛 静坐飞艇船头 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境界上仿佛又提升了一点 虽然这一点 还不足以让他真正迈入破军 但多少都是在进步 积少成多 聚沙成塔 一点一滴的变化 到最后终究会形成质变 从而突破进阶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